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56岁的郑女士前不久洗澡时不小心滑倒 当时痛得连路都走不了 来到医院一检查 最后被确诊为左侧宽部骨折 这是左侧宽部骨折 宽部骨折我们就可以诊断骨折输松了 那么这个人我们同时又做了个过敏度 发现这个腰椎跟宽部全部都是输松 咖啡主要是里面有一种咖啡因 那么这种咖啡因呢 有可能的这个诱发骨折输松的作用 郑女士由于经常开会熬夜 逐渐养成喝咖啡的习惯 平均每天喝三杯连续喝了30年 医生表示偶尔喝咖啡 对骨骼健康影响不大 但是长期过量的喝一天两三杯 就会诱发或者加重骨质疏松 增加宽部骨折的风险 咖啡呢有一定的这个利尿功能 那么利尿以后呢 它把这个根啊这些酶啊都去排出体外 比如说我本来呢就是说我累了 我可以休息了 那么它又喝咖啡就集成了 所以经常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对国家有影响 除了过量饮用咖啡 这些像长期饮用碳酸饮料 长期高酒精摄入 高蛋白饮食等不良生活习惯 以及过度使用防晒霜 都会引起骨质疏松症 高蛋白食物吃多了以后呢 也会引起这个骨质疏松的 因为这个高蛋白呢 它这个分解了以后呢 它会出现酸性的物质 包括我们的磷酸 硫酸 那么这些酸性物质 我们从肾脏排出去的时候呢 它也会带走的隔 医生提醒大家要健康饮食 合理休息 避免养成不良的生活习惯 导致身体伤筋动苦 每日三杯咖啡 为了我们这个骨质疏松 找上我们 所以为了大家 各个国家健康 我们适当个小酒咖啡 多关注身体发出个新浪 远离骨质疏松的困难 好 谢谢我们今天的广告 广告是要更多精彩 不要再看 马上我们 地宝当家栏目 由肠康百分百纯芝麻油赞助播出 4张万发动 亲爱的一个好家好玩 好广告 渡载提报广告 广告之后欢迎别人 今年在中央电视台 终究完肥 这个外景体当中 有一个地方 有点点名 有点是特殊 这前生呢 虽然是一台并窗户 而现在变成了 成样个新的表 而现在呢 是出门历史的月 每天现在的活力 今夜就变成我们的节目 一期间感受 这个突然美丽 1950年建设的 东茂库建筑群 是共和国第一代仓储园区 也是沈阳建设最早 规模最大 保存最完整的仓储建筑群 如今 经过改造的东茂库 变身为一座 瑰丽的城市书房 现在这个各方面 都非常非常好 非常好 你们喜欢这里吗 喜欢喜欢 我已经我们来了好几次的 我那常常的 我觉得这个 就是做得很好 是沈阳是发展的一个需要 我们最近这些天 把一看这样子以后了 我们又重去了一家 工业展览馆 这真的是跟着 曲馆游沈阳 全都出了一点 从旧仓库到新书房 当文化注入这片区域 沉寂多时的东茂库 再次焕发出新的青春 连接起这片土地的 过去和未来 那围绕着这个莱特塔 我们还修了一个 云星环的空中走廊 这个名字 有没有让大家想起 就是三体里面的 那个光速飞船星环号 当你走进 几步之遥的六号库 还会感受到 另一种震撼 辉红大气的壁画 把东北元素 东北的活力生活 植入其中 彰显出艺术和铜趣 时代文仓 保留了原来东茂库的 七座大仓 各有各的用途 像我身后的呢 这个就是时代剧场 大家看到 在这个时代剧场的山墙上 呈现了一座 非常巨大的壁画 叫做东北文艺复兴 这个壁画里边 除了咱们史上的城市 名片 历史 遗产 当然也有服从百姓的 吃喝玩乐和适合生活 你喜欢的什么 工人村啊 小酒馆啊 总之你的童年和青春建议 在这里都可以找到 而且都呈现了 特别的生龙活虎 那时代剧场呢 现在每个周末 也都会有一些 儿童剧啊 音乐剧啊 还有著名作家的签售会 在这里进行 中美无间之群 从老中无成功的 变为新体变 这坚持的随意的边界 也承载了新的希望 再过来 我们看到了历史 跟现代的完美中 也记得 接着未来 给我们带来 监督 敬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放心 绿台双低压榨菜籽油 长康绿台大米 只选用新鲜的大米 天赐美食 粒粒新鲜 长康绿台大米 新鲜的大米 这份马拉动 全三名一档 监督进来 我们接着分享 各地是真正播出的提高通告 谢谢阿智 这份当中 我们每一个年 Foto Fossil 对广告到有点焦虑 但有个时间 这种焦虑 是对未知 不高的一种广告 还有一部分 有可能是来自于 杀高媒体 人为制造 可以贩卖的高率 那么那样 持人高的可能 倒是感觉继续 远离高率 带给我们的观点 今天的节目 也许能够找到单狗 大家好 我是青少年心理证医师 杨丽章华 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 拒绝焦虑 一切没那么可怕 我发现很多自媒体 很多视频和文章 都会取一个 特别惊悚可怕的标题 比如说 人为的制造 在贩卖这种焦虑 而我们的 各位家长也好 各位伙伴也好 你们可能 就是这种焦虑的受害者 我们的焦虑呢 可以简要地分为两种 第一种焦虑 是对事情的焦虑 比如说 一个小孩 他去参加考试 他不知道 他自己准备了怎么样 他内在的力量 他的能力 是否能够去应对它 导致了我们 对这个事情的一些焦虑 第二种焦虑是什么呢 我们称之为 叫激发性的焦虑 你可以简单把它理解为 叫对于焦虑的焦虑 就像我们刚刚所说 对事情的焦虑 其实是很正常的 但是他认为 这种不安 让自己很难受 于是呢 他想尽办法地 想去消除一切的焦虑 消除一切的紧张 甚至是对自己情绪 对自己感受的一种 不接纳 不认可 不承认 他会陷入到一种 和自己战斗 和自己内耗的这种局面 其实大部分时候 对于事情的焦虑 第一种焦虑 它不会把我们压垮 反而有时候 在这种焦虑之下 我们可以做更多的准备 去做更多的行动 来应对这个局面 而第二种焦虑 它会让我们 陷入到一种恶性循环 你越是不接纳自己的情绪 你会发现这种情绪 它就一直紧紧地抓住你 那怎么办呢 第一 去区分这两种焦虑 你要看到 你的哪一部分的焦虑 是指向一些具体的事情的 而另外的一部分 你感觉 你不知道你在害怕什么 你不知道你在紧张什么 那可能就是第二种焦虑 我们需要严格地去区分它 第二步 我们需要对这两种焦虑 采取不同的态度 对于事情的焦虑 其实我们带着这种焦虑 它会让我们思维更加活跃 行动力更强 执行力更强 其实还做得更好 对于计划性的焦虑 我们需要持一种 非常警惕的态度 当你发现 你不知道你在焦虑什么的时候 你这时候最应该做的事情是 STOP 给自己的这个情绪 一个暂停键 即使地把你的关注点 放在第一种焦虑上面去 第三步 去行动 去做一些事情 其实不管是哪一种焦虑 它的本质都是一种 对于不确定感的不安 所以焦虑的对立面 是找到确定感 而行动 就是我们可以把握的 最大的确定感 去做一些具体的事情 去学习 去工作 去阅读 去旅游等等 去做一些确定的事情 来回应你内心 对于不确定感的 那种不安感 而这也是让我们 可以在面对一些 一些可怕的标题党 一些制造焦虑 贩卖焦虑的一些自媒体的时候 可以保持内心 基本的一种笃定 一种淡定和轻松的关键所在 高律也不够吧 这样我们可以区分哪些是 另外制造的高律 哪些是对事物本身的高律 真实之间的情绪 不要让我们的情绪 比标题党前的者 这样就可以拥有一个 从容强大的内心 好 问一个话题 腰动实际上是一个 比较常见的症状 几乎每个人都会有 那种经历 可以说 塞人就腰 可以说腰动 不过也不能因为腰动 去复略腰动 这种问题 不然呢 如果呢 为老人 本身 就探了 就没在意 昨天呢 就突然不能动了 整个背后腰都不能动 腿也不能动 李女士年过六旬 最近突然下半身 完全无法活动 医生询问病史得知 四个多月前 李女士曾经感染 金黄色葡萄球菌 导致肺炎 肺炎治愈后 腰疼症状一直持续存在 只是最初它没当回事 结合影像学资料 医生诊断 此次急性结贪 正是死前感染的 金黄色葡萄球菌 引发了浓毒血症 细菌从血液 跑到了脊柱里面 形成浓潮导致 这种情况 它也是我们脊柱外科 最紧急的一种情况 就是脊髓受压 导致的下肢 或者甚至四肢的这种瘫痪 幸运的是 李女士就医及时 当晚凌晨一点半 顺利完成手术治疗 目前已转胃为安 这个患者 他是发病 一起病就到了医院来 也就是24小时内 完成了手术 术后第一天 他就脚趾头可以开始动了 第二天 第三天 脚都可以抬一条面了 现在这个患者 在我们的后期康复的配合下 已经可以开始下地走路了 所以说紧急救治 对于脊椎水腫的患者 是至关重要的 就是时间就是生命 医生提醒 急性结胎发病原因复杂 比抗力较弱的人群容易中招 糖尿病 有风势免疫性的疾病 有风势免疫性的疾病 长期服务急速 就是这一类患者 一旦出现腰背部疼痛的时候 你不一定把它当成一个简单的腰队疼痛 因为我们一般腰背部疼痛 如果是肌肉远性的话 你睡两天 休息两天可以好 假如经过初步处理 没有明显的缓解的时候 你一定要及时到医院进行救治 在之前的节目中 大家对各种不良坐姿 都有了一定的认识 无论是挺胸抬头式 弯腰驼背式 还是翘二郎腿式 拖三式 都是不符合人体脊柱的 自然生理趋度的 会导致肌肉的过度紧张 或过度拉伸 而为了缓解这种不适 做一做拉伸运动 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那么对于这一类疾病的治疗 我们需要将紧张的肌肉放松下来 将过度拉伸的肌肉 让它紧张起来 才能达到我们力学的平衡 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 推荐两个简单一行 在办公椅上 就能完成的拉伸动作 动作一 拉伸腰背部肌肉 我们将双手放在膝盖上 用前方胸腹部的肌肉进行发力 收缩达到一个寒胸弯腰的状态 那么在这个时候 那么我们可以感受到 腰背部的肌肉是被拉伸开的 这个动作可以缓解 因挺胸抬头式坐姿 引起的肌肉僵硬 做的时候 每个动作保持五秒钟 十次为一组 每次可以做两到三组 动作二 拉伸颈肩部肌肉 这个动作可分为 向上伸展和向后伸展两部分 对于鼠标手 颈肩不适 都能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我们可以将两个手并拢 放在一起 从前方向后方进行拉伸 我们也可以将双手 从前向后伸 然后头向上看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用腰背部的肌肉 进行发力 同时可以感觉到 两个肩胛骨是向内收的 前方胸腹部的肌肉 是被拉伸开的 三个动作都非常简单 每次只需要花费 几分钟的时间 大家平时在办公室坐久了 不妨照此动一动 拉伸拉伸筋骨 一般来讲 我们在久做半个小时以后 就可以做以上的功能锻炼 一般十次为一组 一次可以做 两到三组以上的一个锻炼 我的手动个拉伸 我建议大家 每个方向的 就起来动一动 拉伸起来倒闭啥 最后一次 都可以起来很好的 反改作用 大家一定要管管心动 好 另外一张是 最近又要多几把各位 成为的视频 引领个幸福 将些榴莲为个拉丁 螺丝粉为个挂纸 相载为个来杂 哎呀 这些奇葩古怪 给我一个视频 都希望去涌现 我真的觉得 你这些东西 到底是哪个在家 今天我们的节目 除了同一所 为这些奇葩给我 国宝福 记者走访了一些便利店和超市 各类奇奇古怪的零食和饮料 格外引人注目 奥利奥味可乐 酱香饼味薯片 藤椒味瓜子等等 种类丰富 冲击力十足 这些奇葩口味 虽然饱受争议 但商家和品牌方 却积极创新 奇葩口味的联名产品 层出不穷 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讨论 购买尝试 从线上到线下 不少猎奇产品销量 遥遥领先 而商家要想让你记住它 要想让更多的消费者 来到它的店里 它就需要有一个曝光的效应 极端化的 有争议性的 有话题性的东西 所以他们就会开发出 很多的这种 我们说的猎奇的口味 奇葩的组合 那越是这个样子 越容易形成一些 非常热门的话题 并且在互联网上 迅速地传播开来 从而形成巨大的曝光效应 据了解 2023年 中国零食市场规模 达到惊人的 11654亿元 根据预测 2024年 中国软饮料市场规模 将达到1.3万亿元 两大万亿级消费市场 引发各类品牌 纷纷内卷 从卷包装 卷营销 到如今的卷口味 不过是为满足 年轻消费群体的 劣迹心理 与口味偏好 不少相应口味的爱好者 甚至有相当高的消费年性 会重复购买 我们内心的对自己独特性 对自己个性的那种需求 还是在重重欲动的 就正好跟商家 有这种曝光 制造话题的这种需求 一拍即合了 我们也需要通过 这样一些猎奇的口味 去标榜 去给自己贴上一个 个性化的标签 对奇葩口味的追求 更多反映了市场 对新鲜感的追求 及品牌创新的尝试 但这种非主流的创新 只能吸引一部分 非主流人群的尝鲜 热度一过就会被抛弃 无法成为主流产品 只有产品品质过硬 才能承接知名度 带来的新市场 花更多的精力 去研究好产品 有好的质量 我们消费者才会更满意 各线集报业维 只不过去满足 年轻上 年轻性的业维变好 当然只能吸引一部分人 送一送 热度一过 马上就会被拔起 这有研究之间有个产品 才能这个在市场上 正正的产品教 好 接下来我们要 跟家伙们切一档真杠 平常要当的一个特色美食 沃 盖面 人边写过那个沃盖面 这是真杠的一种 土豆的名别 面窝里面 煮沃 盖 哎呀 过天的对待是习惯 国家都没法比较土地 当然要超级的鱼肉 都不够给我们 今天我们一起来送一送 可以到美食 快点 到底好不好讲 镇江人的早晨 从一碗锅盖面开始 传统的面店只开早市 生意却异常火爆 大锅里飘着小锅盖 四周透气 但开水不外溢 山木锅盖压住翻滚的面条 不论怎么煮 面条始终贴在锅盖下面 随着时代的发展 镇江锅盖面也在不断创新 追随消费者的口味和健康需求 更好地适应市场 我们这个店 在锅盖面的基础上 经历了一些改良 为了迎合我们现在年轻的需求 在红汤的基础上 我们又增加了清汤的鸡汤 十一期间 我们的客流量 多达一天能做到四五百万 我们也招聘了一些 我们镇江的这些大学生 包括我女儿也过来 来帮助我们这个店面 来应对这么一个能力量 我从小呢 一直是吃锅盖面长大的 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镇江人 小时候经常吃奶奶煲的鸡汤 所以就有了这家锅盖面的起初创意 这家店开的时候 我就一直看着我爸忙碌 所以每当我放假的时候 就会来店里帮忙 我希望这家店 能够以创新的方式 将家乡的特色美食 带给每一位时刻 一碗锅盖面是味蕾的享受 是香愁的味道 是镇江人的独特味觉记忆 也是外地游客镇江游的打卡必选 镇江锅盖面早已不仅仅是一个早餐品类 而成为餐饮界的一道靓丽风景 吸引了越来越多产业人士的目光 据镇江市锅盖面行业协会统计 截至目前 镇江锅盖面已将近三千八百家 就业从业人员将近两万多人 对传统面馆一些大的一些创新 注入了一些新的火力 对接了上海 苏州一些创新的面条 在当下的时代 收到了很多年轻人的欢迎 可以问我该面 看上去感叹 它运温了好多将人的心血跟资费 每一条面都在讲述 真正的历史跟故事 希望大家有机会 可以赞到这份突出的这个美式 感受这份终于提防父母 记住啊 美式就在我们的身边 等待我们的发现 好 接下来是《都市电电》了 请关于关了 上席的关系 亲一个个五代送 又一送颜 浪漫个庆载 看下来是《都市电电》了 你看看 看那一颗鞋 五周的健康是新美啊 希望你们接着 一张的光 挑出快乐 挑出风载 我们一张的 都给你们加油 点赞 江西电视台都市频道 温馨提示 头晕 头痛 胸闷 心慌 要警惕 粘稠的血液 正在堵塞您的血管 请及时清洗 血液清 血管通 心脑才好 头晕头痛 胸闷 气短 要注意 哄泻不清 血液粘稠 导致心脏和大脑 哄泻不足 引发 头晕头痛 胸闷 气短等症 千万不可大意 一定要 及时清洗 清洗八尾片 专要清哄泻 祝您 哄泻清 心脑好 清洗八尾片 作为一种 治疗高血粘 导致心脑缺邪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端的药物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清洗八尾片 专要清哄泻 祝您哄泻清 心脑好 梦奇药业 要知道 跪以砖 砖更对症 病之治 重在源 治病 必求于本 就像 输金 见腰丸的诞生 专要专制 腰椎尖盘突出 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陈礼记 中华老字号 始创于1600年 400余年 专演中药 配方专注 药材专选 工艺专精 成就了 输金见腰丸的 专要专制 输金见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尖盘突出 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强筋骨 欺疼痛 输金见腰丸 对证 输金见腰丸 专要 专制 骨方正要 值得信赖 输金见腰丸 广州白云山 陈礼记 济世出好药 传承400年 为于江西省吉安市 国家级井冈山经济技术 开发区的江西威尔高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于2017年4月7号 2023年9月 在深交所成功上市 公司主营印制电路板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 产品包括双面板 多层板 产品类型 覆盖后铜板 迷你LED光电板 平面变压器板等 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江西省潜在独角兽企业 但是在企业的高速发展过程中 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在我们导入数字化之前 我们整体的一个人工效率 人工时效 驾动 是比较低的 大致的话是75%左右 我们也迫切地希望提升 我们的一些人工时效 我们的一些效率 中国移动吉安分公司 作为首批中小企业 数字化转型主力服务商 以精准诊断为基础 坚持诊转结合 分级分类 推进数字化转型工作 对全市企业 开展现场深度问诊工作 全面剖析企业 数转改造痛点和难点 针对企业生产关键环节 对症下药 实现AI加诊断报告评测 帮助企业精准化实施 数字化转型升级 我们吉安移动 坚持诊转结合 通过数字化诊所建设运营 为本地企业提供深度问诊 和入期诊断 出具场景应用解决方案 为提升PCB行业管理效率 中国移动吉安分公司 率先在威尔高全厂区 建设了一张高速率 低时延广连接的5G专网 利用5G网关 将生产车间上百台 钻机 罗机等设备 接入5G网络 实时监测设备性能和状态 记录设备驾动率及报错原因 辅助科学分析设备 常见故障原因 科学安排设备保养计划 从而延长设备使用寿命 确保生产高效 在导入我们的一个数字化转型之后 我们整个的一个机台设备 也能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监控 当有异常发生的时候 我们能及时把这些错误纠正 那现在我们的一个机台设备的一个效率 也有了一个次的一个提升 项目实施后 帮助企业提升生产效率提高超过10% 加工缺陷率下降约15% 准时交货率提升约25% 且交货期缩短约8% 机安移动将仅仅为老 前省1269行动计划 永当央企素转主力精使命 积极推进前市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各项工作 进一步提升素转服务供给能力 深化前链条生态合作 强化素转直言保障 为企业提供更加精准 高效 便捷的数字化转型服务 为前市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贡献移动力量 好了 今天的节目 又跟大家再见 过去美丽亚文件本 纯点奉献又成功 半分之半 纯芝麻油 它要播出个提报通告 明天这个节目今天精彩 老师跟首顶共享受到 开心拐落和提报 明天再见 拜拜 我们一直坚持 把我们的房子服装 作为一个首位产业 持续做大做强 产业规模 但是我们的产业服装 到现在为止 仍然面临着 产业全貌不清 产业协同合作不够 企业供需对接不畅 这些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打造了 产业大脑特色应用 这个产业大脑 到目前为止 是汇聚了全线 六万余家市场主体信息 对我们线里面的 218家归上工业企业 建立了动态分析